哈喽大家好 欢迎继续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斯蒂芬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 在项目管理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 项目实施阶段 关于外部页面 页面制作的一些流程规范 来老规矩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一些内容 在上节课里边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代码统一规范的重要性 我们为什么说要统一下代码的规范 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个就是降低出作概率 第二个就是增强代码的可读性 第三个就是提升团队的合作意识 大家明白了重要性以后 又给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这个页面制作的规范里边的 一个页面的基本结构 我们现在主要是以DIV加4SS为主 第二个就是这个I16的一个降级说明 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I16为什么它单独拿出来说呢 可能就也基于它的一些历史原因 我们讲了一下I16的降级的一些说明 就是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目录 或者精确到某一个文件 这个命名 我们应该就是说 特殊的字符 比如说空格 QRI 还有那个警号 这种的 避免我们在将来这个项目上线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也不方便我们进行去开发 那这个就是大概的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我们在上一节课上讲的 这个Web 页面制作的流程规范的 前几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这一讲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在项目实施阶段Web 页面制作的规范 这是下一讲 同样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目的 我们这节课呢 就是学习一下Web 页面制作规范的 剩余的几个规范和一些注意事项 主要包括这么有五点 第一个就是CSS文件的规范 我们怎样去规范这个CSS文件 第二个就是HTML文件的规范 HTML文件有哪些规范 第三个就是图片文件规范 第四个就是JS 我们说的这些脚本语言的一些规范 第五个就是也是文件命名的规范 同样我们来看这一张的这个四维导图 往下走一下 走走 先看第一个CSS文件的规范 来我们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呢 就是除特殊的要求外 CSS文件采用link方式外链到这个页面里边 那这个为什么说我们要采用这种方式的 而不是说直接写死到这个HTML文件里面呢 这个的话就是方便了我们这个HTML和CSS 分别单独管理 我们比如说我们想改Style文件 Style文件里边的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直接去Style它所在的那个CSS 它所在的那个文件夹里 直接去改它对应的Style文件 也就是CSS文件 这样就做到了这个分离 样式和页面的这么一个分离 第二个 大家说一下 一般情况下 每个页面的CSS外链数 不得超过三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超过的多了的话 这样的话对请求也是有一般的 也是有压力的 那我们还不如给它写到这个页面里边 在进行请求的时候 一次性给咱们返回回来 第三个 就是CSS文件 去按功能或调用页面命名 就是我们在 命名这个CSS文件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123.css 这样的话命名其实是 体现不出来 就是说一看到这个名字 我们就知道这个CSS文件 是为哪个页面进行服务的 你比如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为头部做一个样式的话 那我们命名的时候可能就是head 的.css 尾部的话我们就是footer.css 那这样的话 别人去接受你这个项目 或者和你合作这个项目的时候 他一看 这个CSS 这个命名 他就知道这个header.css 他就是控制着头部的CSS的一些信息 footer.css 那就是说这个尾部的一些CSS的信息 这样的话很明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CSS文件需要按照功能或页面调用命名 那看第4个 CSS文件必须放置在页面顶部head 这个区域内部 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这个是 这个W3C给的这个一个标准一个规则啊 也我们不能去进行去乱死 好 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下一个 CSS应该按照模块的这个功能来进行划分啊 我们条理要清晰 注释要明确 我觉得大家写过前端CSS文件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心得 就是在某一块 就是在某一块 它是分块 某一块的前面写 写到写写一些注释啊 就是说交接的人或者是接和你合作的这个项目的人 他看到这个注释以后就会明白你这段代码 它是要干啥的 所以说 呃 条理要清晰 嗯 注释要一定要明确 那接下来我们看来看最后的一个啊 在这里边就是禁止使用CSS表达式 禁止在CSS文件中使用全局选择器 新啊 尽量使用滤镜 这个是 也不是说 就是必须的啊 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边啊 一般都是禁止使用这个CSS的表达式 我们一般不是会很常用 因为这个是消耗页面的这个性能的啊 啊 至于说这个全局选择器啊 还有这个使用这个滤镜 那我们这 我觉得这个都是根据自己公司部门的业务啊 你们这个定的这个标准来看啊 这个其实都 我觉得其实都无所谓啊 那这个就是 CSS文件 规范 它包含的这么几大块的这么一个内容吧 那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啊 html文件的规范 看一下 它都包含几个几个点啊 这个就包含的比较多了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啊 第一个就是除特殊要求外产品页面必须使用UTF-8的编码啊 禁止出现页面与CSS编码不统一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上次节课给大家说的 那就是这个 为了保证这个出现乱码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这个要求啊 不管是从前端到最后的那个数据库啊 我们这个编码 清一色的必须得是UTF-8的 那我来再看第二个 页面呢 必须根据功能填写title 我不允许出现页面内容和title不符的情况 这个就是 大家一看就能够理解的 必须进行根据功能吧 你这个 比如说是商城的首页面 你就title里边就写商城的首页面就行 第三个就是代码呢 按照w3c hrx html1.0 transcend transcend transstational 或者strig标准来进行制作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标准 那看下第四个 这个标签名 属性名必须小写 禁止使用写错误的方式进行套签 签套 啊 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页面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这个标签该闭合的 我们一定要进行闭合 来来看下一个啊 页面中严禁出现不闭合的标签啊 图片必须加alt属性啊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啊 这个图片呢 必须加alt属性 这个是我们自己内部定的一个啊 嗯 其实 呃 还是根据自己不同的业务来 来来去定吧 这个也不是说 对某个 对对对所有的都都适用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空内容的a标签呢 必须加title的属性啊 其余的a标签可以按需求加title属性啊 大家一看这句话就能够理解 好了再再来看下一个 啊 在这里边呢 啊 单选框和多选框的文字 描述部分使用label标签啊 并且使用for属性指向选择框的id 啊 接下来这个class的命名啊 需使用陀峰法或者下滑线法 使用可图性良好的class名啊 避免过长的class名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选择器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的 然后再来看 这个多行代码的循环项啊 第一项的开始位置 开始结束位置要请起注视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 到底是作用是啥啊 是我们是要干嘛的啊 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注视里边 有必要去 写清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 那避免多层表格的嵌套 一般不会超过两层 我们就是在做那个 那比如说你开宝的时候啊 我建议呢 我建议呢就是以一层来 来来来来写 最是最合适不过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 html字符要用转译字转译服务 这个就不用了 不必给大家说了太多 我来看一下这个 啊 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html特殊字符啊 那对应的字符 我们应该写成这样啊 而不是说啊 给它写成这样 可能有的时候就解释不出来 啊 这个是html的文件规范 来来看图片的文件规范 来看一下 这个关于图片的文件规范 啊 同样呢 它也是包含这么几点 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图片的文件名 你们不能充现中文 和大写字母和中文 那出不能出现中文啊 这个是必须的 但是大写字母呢 还是根据自己不同的业务来定 那其实也是可以出现大写字母的 再来看啊 小写的图标 尤其是小写图片 尤其是图标尽量拼合以减少请求的次数 第三个就是色彩丰富的大图片 使用CPG格式 原则上保证质量不超过70% 这样的话 它的色彩效果啊 它的色彩效果啊 更加的逼真 低彩小图片使用GIF或者PNG-8的格式啊 我们根据这个它的色彩来选择不同的这个保存的这个方式 最后一个啊 就是半透明图片呢 使用PNG-24格式 尽量不使用半透明图片和图片中的滤镜 这个我们是在我们做项目的过程中 是非常不提倡的啊 这个就是图片的文件规范 我来再看一下这个GS的这个书写规范 它包含这几点啊 我们大家看一下 同样第一点 GS的文件必须放置在页面顶部啊 就是这个head 标签的这个区域内部 这个和css是一样的 这个这个是标准啊 我们无需过多做过多的解释 还有个就是GS外签的中心书法啊 这边应该有个例子啊 我们应该写成这样 用一个src去引用它 这个是GS外签的正确写法 第三个啊 就是html文件添加GS的写法啊 这个我也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可以看一下 第四个呢 就是GS里边尽量不要定义全区变量或者全区函数 变量的声明尽量写在前面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GS因为它是一种弱弱类型语言吧 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全区的变量污染啊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去不要定义全区变量或者全区函数啊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呢就是GS的文件要注释啊 这个其实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 好我们来再看最后的一个点 文件的命名存放规范啊 来看一下它包含提供点 第一个就是title的命名规范啊 来看一下举的相应的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频道首页的这个title命名规则 频道名叫频道说明文字啊 比如说title爱文知识人啊 新浪旗下中文互动问答平台啊 这个title一看就特别的清晰特别的明亮啊 看第二个最重要的title命名规范啊 就是这个页面标题加产品名称 这个也给大家了一个例子 可以看一下 最后一个就是存放的这个规范和结构 以css为例来说一下css 比如说它的这个存放 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比如某一个专题下面的css 啊 可能这个命名啊 这个存放的规则就是ihl.css 第二个就是iihl.css 第二个就是iihl.css 就是某个专题下面的css 我们怎样去命名 同样的image 啊 一米几一米几下面的这个iShare和iask 啊 就这两个文件夹呢 专门的去存放啊 相应的这么一个 图片 这个就不给大家做过这种解释 然后再来看一下gss 啊 还有这个gss 和最后的这个flash都是一样的 那存到一个相应的位置里边 然后保存到里边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一讲 我来看一下 那这一讲呢 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页面制作规范的最终的这么几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 啊 第一个给大家讲了一下css的规范 啊 第二个就是html文件的规范 三个就是图片文件规范 第五 第四个就是gss书写规范 啊 以及他这个文件命名存放规范 啊 那这个呢 就是本节课给大家讲的这个 一个东西 就是外部页面制作流程规范 那接下来呢 在本节课的作业啊 就是复习一下啊 这两次课我们讲的外部页面制作的流程规范 然后根据我制作的这个思维导图吧 希望大家啊 能够用自己的话 来概括出一份适合自己公司部门 或者业务的这么一个制作流程规范 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成吧 第二个就是预计一下关于啊 php 书写代码的一些规范啊 啊 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呃 我觉得 php 嘛 也是外部网站中常用的一种 小本语言 一种语言 开发语言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php代码规范 一些相关内容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啊